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春天是脾胃最脆弱的时候 现代人工作节奏快,生活饮食不规律 脾胃负担更容易加重,出现食欲不振 大便糖蟹等症状,严重会影响身体健康 俗话说,脾胃养得好,少晚一夜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对于脾胃非常友好的养生汤 一周喝上两次,有助于调理脾胃 让你睡眠更好,少生病 首先我们来准备五克的太子参和五克的玉竹 中医认为太子参能补气养阴生经 功效堪比西洋参 太子参又称为孩儿参 童参对于小朋友有很多的益处 很多人认为他专门治疗小孩的疾病 其实不然,大人服用太子参也有补皮 义肺,补气,脸因,太子参要性平和 胃肝,功效雷同西洋参 虽然药性没有人参西洋参等强劲 但他的药性十分平和 更适合很多慢性长期服用 需不受补的人群食用 比如平时会出现上火而不耐受现象的人群就特别适合吃 太子参最适合调理脾胃虚弱的人群 比如倦怠乏力,食欲不振 太子参跟西洋参有相似 有补气脸因止汗的作用 所以经常用你治疗口干,气短,治汗等症状 太子参的话,我们一般是用它来炖汤,炖肉汤 不仅清香,清甜,还特别的好喝 还具有非常好的开胃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太子参的味道比较重 所以一次不宜过量 我每次就是5克左右就可以了 而玉竹也是一种常见的草本植物 它的药用价值很高 对身体也有很多的补益效果 现代人养生不可缺的佳品 玉竹中它是含有油脂含量的 因此它的质地看起来非常的润哲 服用以后能够起到很好的养阴效果 而玉竹当中的维生素A含量也是很丰富的 可以有效的滋润我们的皮肤 能够改善皮肤粗糙干裂的情况 玉竹中所含的一些有效物质 进入身体之后能够有效的增进身体吞射细胞的作用 能够有效的提高血清中的抗体 提高身体免疫力增强体质 减少疾病的清洗 特别是春天经常用玉竹来煲汤的话 还能够润躁润肺 可以治疗肺阴虚导致的干壳少痰 咽舌干燥等 对于缓解因为高烧导致的经烧口渴 食欲不正等症状 能让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那么如果体内的心火旺盛 也有可能会引发多种疾病 此时用玉竹来煮粥 煲汤或者煮水喝 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新养因 以及降新火的作用 能够改善各种不良的症状 缓解身体不适的症状 再准备10克左右的嵌食 嵌食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纤维素 维生素 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其中碳水化合物是 机体主要的 共能物质 能够维持生命活动 具有重要意义 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组织的 基本物质 对于生长发育 和修复受损组织 十分重要 再加入一颗红枣 然后用清水 先把这些食材 淘洗干净 经常用嵌食 煲汤或者煲水喝 煲粥喝 都非常的不错 具有很好的 安神意志的效果 能够帮助缓解焦虑 改善睡眠质量 对于失眠 多梦等问题 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而我们每天吃红枣的话 也可以起到 意气养血 健脾养胃 安神的好处 红枣 具有补充意气的效果 能够缓解 倦怠如粒 中气下降 特别是春天 很多人都有春困 感觉每天都睡不醒 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吃上两三颗的红枣的话 能够缓解 倦怠如粒 中气下陷 气喘 等作用 可以促进血红蛋白生成 增加血细胞 血氧量 可以使面部气色红润起来 还能起到非常好的健脾 养胃的作用 适量的食用可以促进脾胃 运化 改善腹泻 呕吐 食欲不振等 脾胃虚弱等病症 但是我们在煲汤或者是泡水 喝的时候 这个红枣盒 一定要去除 因为它是特别燥热的 如果不去的话 就特别容易导致上火 接着准备半个苹果 不需要去皮 只需要去除中间的果盒 就可以了 相信很多人吃苹果 都是清洗干净 直接吃 殊不知 用苹果炖汤喝的话 它的养生效果非常好 苹果煮水或炖汤 都有非常好的 异味生津 止渴美容养颜 润产同便的作用 《本草肝木》中 曾经就提到过 苹果胃肝性贫 注入脾胃二斤 可以一脾生津止渴 可以有效的缓解 因为脾胃虚弱 以及胃因不足 所导致的腹痛腹脏 食欲不振 口干口渴等症状 苹果也不需要太多 半个就够了 切成像这样的大块 放一盘备用 接着已准备一小块的新鲜瘦肉 新鲜瘦肉是不需要焯水的 清洗干净 吸干水分 切成薄片 如果每天能喝上一碗瘦肉汤的话 能够补充营养 脂音不胜 以及调理脾胃 对于贫血 头晕 营养不良 以及身体虚弱的人群 可以每天喝上一碗 这样的汤 可以给机体提供 优质蛋白和必须的脂肪酸 可以促进 吸收 改善 机体不适 能够很好的健脾 调理脾胃 具有强生健体 补充益气 润肠通便 以及改善便秘的效果 瘦肉不需要太多 把它切成像这样薄片 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口炖钟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把它加入炖钟里面 再加入适量的开水 盖上盖子 隔水炖一个半至两个小时 就可以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 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我这里是炖了两个小时 打开盖子 加入少许食用盐 搅拌均匀 就可以装碗了 这道汤我们是不需要多余的调味料 只需要食盐 非常的清甜 好喝 这道汤我们一家老小都是可以喝的 如果家里刚好有瘦肉 也刚好有苹果 可以赶紧动起手来炖哦 非常的好喝 特别适合在春天给孩子 给老人多喝这道汤 对身体有非常好的补益效果 喜欢的朋友就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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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